歡迎收看 觀眾朋友 今天往直播 就是一名驚人 OK 終於第三季走到了複賽第一集 今天不只是兩所學校的PK 還是兩座城市呢 馬上歡迎台中的漢口國中 台北的忠孝國中 請出場 漢口國中 漢口國中 漢口小將 你們最棒 拜託 拜託 漢口人 漢口同情 漢口前進 為您加油 一名驚人 漢口最棒 漢口國中 為您加油 那個口什麼 那口蜊蜊蜊 中校國中環境佑 其身認真眾好學 上中亦落下黃泉 中華文化五千年 史替文靈洋洋中 中校國中好傳承 一名驚人在此時 忘記了 讓你再哭 作詞 除非 主 成功 操控 操控 成功 其心 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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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就各位 到我左兩邊 跟觀眾朋友認識認識 首先呢 歡迎這個中校的支援手 您是學長嗎 現在是政大歷史系 劉柏遠 哇 他現在是政大歷史系 他故意先講你們 給你們聽 嚇嚇你們的 所以你也是第一次到舞台中 來比賽對不對 對 你會堅持嗎 很緊張 有緊張 我感覺到 歡迎 謝謝支援手學長 好 那三位同學都來過嗎 都來過對不對 都是老朋友了 來 妳有什麼話想對 看口說 其實也沒有 就 就 就這樣 怎麼沒有志氣啦 現在復賽很重要 而且今天也一樣有加賽金拿獎金 所以一定要贏 懂嗎 對啊 一定要贏 對啊 我們一定會贏 好 加油 加油 來 我們也來認識一下 今天台中的隊伍 第一次來的舉手 好 您是老師對不對 對 你其實很厲害我知道 你太客氣了 這是上一屆的冠軍隊伍 看口 好 第二個 不管是上一屆或這一屆 背後都有一個重要的推手 算是他們的教官 就是老師 林老師 這一屆 親自出馬 其實壓力更大 因為你以前躲在那裡 我們看不到你 現在你 成敗全台灣都看得到 現在你對跟錯很嚴重 但是我們現在有獎金 好 有獎金是不是更開心 對 沒錯 有獎金很開心 對啊 好 同學你來過嗎 沒來過 沒來過 今天站在這裡的感覺是什麼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林同學 有沒有什麼心情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我求你 很大 那個很壯觀 一次來 看到那個攝影棚 哇 覺得這整個人 多了 這學校不是過於不及 沒事 我就喜歡你們這麼可愛 天然 林同學你等於算是老經驗了 有沒有什麼話 來 你來代表跟中校國中的同學 嗆聲一下 林同學 既然都在這裡了 那就彼此努力 彼此加油 你們有信心要贏他們 我們這裡只有一個可以往前走 一組 你覺得是中校還是汗孔 你們打什麼打 沒有問你 汗孔 好 很不受控的一群人 好啦 這次只是聊聊天 待會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那要準備囉 先請兩位支援手到第二現場就位 加油 加油 老師加油 學長加油 好 第一個單元 馬上就要開始進行了 不過首先要介紹我最得力的夥伴 好 老師 接下來就要進行第一個單元 線索題 祝大家都能在第一個線索的時候 先搶得3分 比賽開始 每一個線索都很重要 那知道答案的就按0 如果答錯就讓對方答 那如果第一個線索答對是幾分 2分 那第二個線索答對是幾分 停用 2分 那如果只有第三個線索才答對呢 立揚 1分 好 那有幾次球就有機會呢 子綺 1次 單位用錯了 OK 好 那比賽正式開始 請看 第一題 線索1 我的兒子 娶公主 想到了什麼 請搶答 漢口 唐太宗 唐太宗的兒子娶公主 對還是不對 好 其實也許是對的 但主要是線索出來太少了 所以只能瞎猜歷代的人物 忠孝 還有想到誰 我的兒子娶公主 有想到那個 蛤 獲取病 獲取病 好 來 對還是不對 很抱歉 請看第二個情報 線索2 他來了 18世紀的世界級的首富 請想答 也可以求救 對啊 求救 因為先剩2分 很難得喔 大家都不按那個0 那就直接看線索3囉 好 來囉 線索3 我跌倒 家慶吃飽 下面一數 請搶答 漢口胸有成竹 和聲 好 和聲 對還是不對 恭喜得1分 好啦 那這一題我們先讓曹老師 為大家說說故事了 剛才這邊提到這個獲取病 他才24歲就病逝了 他根本就沒有結婚 所以他不會有兒子娶公主之類 和聲其實他姓索戶入世 他是大姓 他幫皇帝打造了一個小金庫 馬上一整年 好 馬上我們來看看下一題 第二題 線索題 線索1 緊及時示警的三個字 那個是什麼字呢 請等一下 我想 大家都沒有 有沒有 林東學妳在笑什麼 沒有 請想答 漢口 漢口國中 瘋火台 瘋火台 對還是不對 恭喜3分入手 好 我們來看線索2 線索2就是快天子有難了 線索3 被騙了 好 接下來加油 繼續第三題 請聽題 第三題 第三題 線索1 有錢沒錢 一律平等 請搶答 漢口 有叫無淚 有叫無淚 這麼有把握嗎 對還是不對 恭喜再得3分 我們來看看 線索2 四個字 無論貴賤都來上學 線索3 孔子的一個理念 這個是非常熟悉的四個字 也是很棒的概念 有叫無淚 第四題 請聽題 線索1 一首感傷的詩歌請搶答 中校國中搶到了 長恨歌 長恨歌 對還是不對 恭喜3分 哇 比賽好玩的地方就是 隨時千萬不要放棄 都有機會反敗為勝 好 來 我們看線索2 天長地久有實境 那第三個線索是什麼呢 三個字 白居易作品 好 誰會好好的唸長恨歌 我 來 張寧同學 預備起 漢黃縱色思青國 玉語多年 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 仰在身歸人為是 天生弟子男子氣 一早醒在君王廁 微眸微笑白媚生 六公分帶無顏色 雜寒刺於華英池 溫泉水滑行駅 雪兒浮以教務力 此時星辰恩哲時 任兵花言金步搖 芙蓉照影度尊銷 尊銷庫短日高起 從此居然不早燒 償還鮮無焉駕 同學 我認錯 好 我就 隨便有個唐詩就算了 這首真有點長 但事實證明他真的會 太厲害了 好棒... 真的太強了 我們真的很希望這些 很優美的或是很有文采的字句 能夠靠你們流傳下去 好 加油 接下來第五題 第五題 線索一 答案只有三個字 它是開啟學術自由之風的一個 請搶答 請搶答 可以求救 可以問外面的嘛 來 中校 白化文運動 三個字 白化文 背完長恩哥頭很暈對不對 沒有換氣缺氧的對不對 三個字你趕快說白化文運動 所以答案是 白化文 白化文 錯 抱歉 來 漢口可以回答 或者是 向外求援 新文化 新文化 你也把運動去掉了對不對 來 答案是 錯了 請看線索二 線索二 孫中山聘他做教育部長 所以肯定是一個人嘛 才會做部長嘛 請搶答 我們現在已經第五題囉 其實是可以要用求救囉 這個策略的部分 蔡元培 來 中校 蔡元培 蔡元培 他是教育部長嗎 我不知道他們講的 公同學 是你猜的嗎 對 那你為什麼自己不講 因為 林在他們那邊 因為什麼 林在他們那邊 來 答案是蔡元培部長嗎 恭喜得分 好啦 大家分工合作啦 挺好的 我們要看看線索三是什麼 線索三 首位中央研究院院長 所以她做的是可多的 她又可以管研究的部分 又可以管教育 對 因為蔡元培呢 她主張這個學術自由有多自由 比如說呢 她還做過北京大學的校長 她認為大學是什麼 就是有大學者之風 那麼這個學者之風呢 就是包括我們題目上的學術自由 因為你要自成一家之言 所以她當北京大學校長呢 你只要是能自成一家之言 都可以來當教授 比如說胡適 28歲就當教授 那梁肃明根本沒有念過大學啊 沒有什麼學歷 但是她可以有學者之風 也可以當教授 所以像這樣的人物呢 在我們中華民國剛成立的時候 南京政府才成立三天 那麼孫中山就禮聘她當教育部長 她非常有理念 就是主張以教育救國 所以後來等到這個中央研究院成立的時候 她又擔任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長 所以我們這一題呢 強調她的學術自由之風 特別是她參與到剛才同學講的 不管是白話文 或者是您講到的新文化運動 都跟蔡元培有關 所以當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 學生被扣押的時候 也是蔡元培蔡校長出來力挺學生 因此我們的題目就是 開啟學術自由之風 這是第一個提示 是的 不能說因為還沒有講到人民 所以大家都講到別的事情去了 其實都是很瞭解這些文化跟故事的 馬上看看下一題 線索題第六題 線索一 我是滾出來的 哇 這個非常的白話 請搶答 請 串考國中 孫悟空 孫悟空 對還是不對 孫悟空 不好意思不對 忠孝國中 有沒有別的答案 我是滾出來的 公同學 邏輯嗎 邏輯對不對 不好意思不對 請看線索二 好 兩個字 各位注意了 不是人 也不是神話的故事的角色 是一種食品 請搶答 有夠簡單的 來 忠孝 元宵 對 還是不對 恭喜兩分 想不到我們會抽一個食物吧 來看看第三個線索 它是元月食物一定要吃的 老師 我們的元宵 它確實在那個竹篩上是沾了糯米粉 是滾出來的 好啦 先看看影片題題題目就在影片裡 漢武帝晚年 浩大喜功 聽不盡見言 加上連年征戰 百姓也吃不消 後來漢朝繼位的幾個皇帝作風變得保守 比如 漢哀帝 他是歷史上著名的同志 寵愛美男 斷秀之辟 在位二十五年 之後的皇帝都是幼兒 甚至嬰兒 漢平帝七歲 如子英 兩歲 這可給了外戚王莽干政的絕佳理由 他先是以假皇帝自居 搞成一堆祥瑞之兆 不得已當上了真皇帝 改國號為新 成了名副其實的新皇帝 可其實啊 王莽是頗有政治理念的皇帝 他熟讀儒家經典 想要實行社會改革 創造理想的烏托邦世界 可惜 空有理想 沒有實務能力 其中一項讓他喪失民心的改革 就是money 五朱錢 五朱錢是在漢武帝時代 首次由中央政府統一鑄造和發行的貨幣 也是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多 流通時間最久的錢幣 一直沿用到唐朝初年 但在王莽時代 他偏要進行貨幣改革 看看圖中的銅錢 短短十來年間 改過四次幣制 發行了三十七種不同質地式樣的貨幣 老百姓壓根認不清誰是誰 政府則趁機在每一次換幣的時候 洗劫百姓的財富 老百姓的日子過得不好 國家自然也沒好日子過 老天爺也來幫倒忙 蝗蟲肆虐 天下大汗 山東蘇北一帶的機民群起造反 北方的反抗軍特意把眉毛染紅 號稱赤眉 南方的叛民則以荆州陸林山作為根據地 陸林軍與赤眉軍相繼攻入長安 新潮滅亡 好的 因為在複賽 所以影片越來越長 資訊越來越多 來 聽題 每題一分 請看 斷秀之辟典故呢 是來自哪一位皇帝啊 請搶答 忠孝國中 漢哀帝 漢哀帝 對嗎 恭喜得一分 好 摸牽喔 一分也要牽牽起來 來 第二題請看 天原地方的五珠前別名又叫 請搶答 漢口國中 孔邦兄 孔邦兄是嗎 恭喜得分 好 好啦 各搶一題很公平 不過還是要看一看這個階段的總分 馬上為大家公佈 低單元的線索的影片題 各得8分 平手 這可好玩啊 這就叫做勢均力敵吧 來 玩了那麼多題 來來去去 結果是8分 好 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看看三位同學的默契如何 妳說我才一名驚人稍後見 第二個單元 你說我猜 其實同學大概都玩過了 好 堂子其實第一次來對不對 好 加油 因為你不要忘記你們是上一屆冠軍 那又是另外一種壓力跟包袱 好 祝福你們 計時4分鐘10個題目 如果全對再加5分 記得可以就業一次 比賽正式開始 四個字 四個字 四千 四千的 黑桃文化 龍山文化 另外一個 另外 海桃文化 另外一個 全部 全部講 全部講 那全靠近同學 那是那個 海桃的另外一個 太厲害了 胡適 五次運動 不是 另外一個 五次新文化運動 五個字 五個字的 新文化運動 他們剛剛第一輪有講 照得一個第一題的題 誰記得上一輪啦 他們第一題 我們來這邊的第一題的那個 他們 他們那個中校講的 看詩的時候你會說那是文言 妳講了文字了 抱歉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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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她是成語 然後我 幹嘛 看花 不是 繼續形容 不理她 就是 我只看 只是不理 再換句話說 快 這要怎麼講 注意不要講這字 要不要求救 好 求救 好 求救 求救 老師 林建廷老師 就是 小心不要講到字 就是不要管 就是不管 成語 四個字 默示 四個字 四個字 字或網文 不是 有 就是 下字是腳 然後就 但是不要理她 好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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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放棄 下一題 中秋節 中秋節 月亮上面的 玉兔 對 對 同學好像都不知道這個故事 上一個 這個 白俗鎮 裡面的 白俗鎮 三個字 壓住的地 那個 雷風塔 對 漂亮喔 詩人 風橋葉博的作者 張棋 Yeah 顏思琦 鄭之龍 鄭港 鄭港 對 對啦 那個 遼國強盜的一塊地 彥宇十六周 翔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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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史記 然後 然後 他是一本 然後 後漢書 漢書 對 對了 後漢書 那個 那個 昨天有練到那個有 唐三彩 正確 好 OK 題目用完了 其實還有一分多種 剛剛有幾題如果講慢一點 搞不好還可以慢慢的抽絲波間 放棄得太早 好 謝謝 來 請回位 接下來來看看 忠孝國中的表現 請出場 三位同學準備好了 計時四分鐘 比賽開始 三個字 多一點 一個人 被燒 彈食節 的典故 那個是 三個哥哥 大腿肉給從而吃 你知道我知道 韓時捷 割腿肉 噢噢 他可能腦中沒有這個答案 所以怎麼形容師都沒有用 要求救嗎 不用 可能沒學過 有 有學過但忘記名字 好 那要不要再努力一下 想一下還有時間 你長賀哥背起來想一下吧 繼續講 繼續刺激他 刺激他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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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字 一分鐘即將過去 隔嘴肉 好 跳過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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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字 你信 信 你講了信了 抱歉 兩個字 玉滴的東西 玉滴 對 玉滴的一個地方 玉滴 玉滴 防禦 敵人 長城 不是 圍 圍牆 秋秋 秋秋 來 請連線第二現場 劉同學歷史系的 來 快快快 時間再跑 快快 防禦敵人的一個字 第一個字是 看 不能拆開字 你要形容這個答案 解釋他換句話說 這個詩詩裡面有出現過 然後 兩個字 它是一個 防禦的 然後 應該是軍隊會駐紮 然後 它會設定人馬 能不能夠同一個地方 要怕什麼 有沒有什麼人物事件 想一下 想一下 有什麼人物事件是在 PASS PASS嗎 OK PASS 秋園失敗 兩個字 刺鼻腹 跟他爸還有他弟合成 三叔 對 三叔 四個字 有動物 狗 在早晨會叫 然後還有偷東西的 它是一個成語 兩個故事合起來的 魂雞取悟 不是 雞犬生天 不是 偷東西 偷東西 不是 一個叫一個偷東西 以前戰國時代 對 一個叫一個偷東西就對了 兩個字 對 鴉片 對了對了 穩穩的 兩個字 那個 派到對方那邊做外交的 張籤 齊玉 張籤是什麼 外交官 你會派誰到別的地方做外交 兩個字的 張籤是什麼 史傑 對 等於史傑 四個字 見皇帝的時候要幹嘛 貴拜 對 有講到這 所以四個字 你要非常尊敬他 貴是第一個字 不能這樣猜字 你要做很多次的動作 山貴 後面 後面 下拜 不是 後面 山貴 杜拜 要不要PASS 要PASS嗎 你要做很多次的頭撞 要不要PASS 要PASS 17秒 來 下一題 快 四個字 一龍失 你講得失了 下一個 最後一題 四個字 東岸末年 魏淑 魏淑 韓國伶俐 正確 好 棒 這最後三秒鐘唱到了一題 來 三位請回座 很棒 很棒 這個叫做 永不放棄的運動家精神 雖然前面有一點點混亂 還沒有進入狀況 暖身之後就穩住了 我們現在正在開檢討會議 怎麼了 怎麼了 張玲 告訴他剛剛的答案 你剛剛是哪一題 九扣還有戒指推 哪一個 戒指推 第一題就卡住了對不對 但你一定知道的嘛 對啊 知道 忘記 還有那個啊 那個照前孫禮啊 那個 就是大家的 對啊 講到性 對啊 是他講的 對不起 檢討歸檢討 也不要甩鍋好不好 大家都是一條船上的同學 OK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階段 大家的積分是多少 中校5分 汉口8分 暫時領先 8分5分 其實差距不大 下一個單元 有機會扳回一城 休息一下 再回到一名驚人 第一場的副賽就非常的刺激 比數很接近 那現在先讓曹老師呢 幫我們回看一下上一段 有什麼故事可以補充的 那其實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提示 就是 吳子虛過招關 一夜白頭嘛 還有剛才呢 袖手旁觀 老師也說 不要管不要管啊 其實他是 當時韓鈺跟唐憲宗說 你趕快把柳宗元招回來 不要讓他流放 因為我們朝廷裡邊啊 那些官員 都好像是不會做木匠的人 在那邊做木工 可是會做的人卻 袖手旁觀 所以唐憲宗把這個話聽進去了 就把柳宗元招回來 但是很可惜 在半路上 柳宗元就病逝了 所以袖手旁觀是這樣來的 還有三櫃九寇 好可惜同學已經說出三櫃 那清朝的皇帝呢 他們的這個規定的禮節 大臣都是要三櫃九寇 比明朝的時候多了 因為明朝只要三櫃五拜就好 那如果同學你可以解釋說 那個乾隆皇帝啊 他不是要求 英國來的馬加爾尼 一定要三櫃九寇嗎 結果雙方就決裂了 因此呢 馬加爾尼就沒有見到乾隆皇帝 所以這個是一個專門的 見清朝皇帝的禮節 就是三櫃九寇 他已經接近了啦 對 他說出三櫃 三櫃九拜 好 我知道在場中已經特別緊張了 不過真的要很淡定 因為除了進入下個階段的比賽 還有最高一萬元的加菜金 我們先看看場外的師生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你們說 來 首先是漢口的主任 好 大家好 漢口的孩子 把你的心靜下來 專心 下一場比賽的高鐵票 我們已經買好了 沒辦法退票 我們一定會贏的 加油 真的假的啦 老師 真的 已經買好了嗎 沒關係啦 可以退票 不...現在只有一無反顧 往前衝背稅一戰 絕不退票對不對 對 打死不退 打死不退 OK 我們要有這種精神嘛 謝謝老師 謝謝主任 那這個漢口已經有這種堅持了 不知道中校的朋友有什麼看法呢 來 誰呢 代表加油一下 我們中校的寶寶寶寶寶們加油 待會兒呢 遇到不會的題目 就深呼吸 相信你自己 我們沒有買高鐵票不好意思 我們就在台北 但是沒關係 我們公車票也買好了 公車票也買好了 公車票也買好了 現在都用B的 你給我買什麼公車票啊 老師 我們悠遊卡準備好了 悠遊卡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好啦 台上的八位選手 準備囉 起立蹲下 暖身題正式開戰 暖身題 這一階段每一題 每一員答對可得一分 請出題 孔明發明指南車 對還是不對 請選擇 覺得對的請站好 覺得錯的請蹲下 孔明指南車 唐紫棋同學 你第一次來要你表現一下 你為什麼蹲下來了呀 皇帝三名指南 是…專業… 好 答案對還是不對 恭喜全隊 非常好 各得一分 下一題請進行 對還是不對呢 仔細聽喔 焚書坑如 李斯的點子請選擇 好 覺得對的站好 覺得錯的請蹲下 劉同學 為什麼這句話不對 其實我有點不太記得 你不太記得喔 下次這個支援手的選擇 也是要思考一下 學太多 學太寬也是一個問題 答案是 答案是圈不用蹲下去 所以學長抱歉您被淘汰了 謝謝中校國中學長 來 您可以拿下眼罩 好了 接下來下一題請聽聽 對還是不對請選擇 向莊 劉備 楚河 漢界 這些關鍵字有沒有什麼地方有狀況 許立昂 這句話哪裡錯了 應該是項羽約定的吧 項羽 項莊 劉備不是喔 項羽跟劉 項羽跟劉邦 當年同學妳說什麼 項羽跟劉邦 不是項莊跟劉邦 項有劉不一定對對吧 答案是圈還是差 恭喜全部答對 請起立 好 目前分數都累積當中 馬上大家要一起進入警戒題 警戒題 恭喜你進入第二階段 每一題每人答對可得2分 Are you ready? Go 傳淵之盟維持了宋寮兩國的和平 請選擇這句話是 對還是不對呢 談淵之盟 宋寮兩國的和平 戰還是蹲 請選擇 剛剛好像有幾個人 這樣抖了一下 抖了一下 要蹲不蹲的這樣子 所以公同學 妳覺得是對還是不對呢 應該是對的吧 為什麼那麼沒把握 哪一個部分妳有點害怕 有點遲疑 我不確定是不是寮 但是能確定應該是宋 好 有宋不一定有寮 答案對還是不對呢 恭喜全隊各得2分 非常好 好的 下一題加油喔 請聽題 四書極注包含了 論語大學左轉中庸 對還是不對請選擇四書極注 論語大學左轉中庸 對還是不對時間到 公同學 這句話沒有錯對不對 我覺得敘述蠻長應該是對的 我懂了我懂了 就越長感覺是越靠譜 我沒有仔細背裡面有拿四個 OK但妳也不確定 來誰可以幫我解題舉個手 林冠穎來幫我解個題 論語孟子中庸大學 好 答案是不是這樣子呢 對啦 沒有左轉 來 公同學你被淘汰了 其他的朋友請起身 來 公同學可以回座休息 目前漢口呢 不愧是冠軍隊伍 不愧有一位林大師林老師當推手 站得直挺挺的 來 繼續為自己隊伍積分 請挺挺 由爆琵琶半遮面指的是王昭君 請選擇 站著或蹲著 由爆琵琶半遮面王昭君 這個敘述是對還是不對 時間到 好 許立揚 這句話完全正確了對吧 不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是對的 好 張寧 老師琵琶心我也可以背 真的假的 可以 張寧同學有背而來 就是背書的背 有背而來 答案是 不是王昭君 所以 許同學 再見 謝謝 那誰可以幫我解題 湯子晴妳知道是誰嗎 是白居易在 船上遇到的那個彈琵琶的女生 那她是 她是誰 林婷佑妳知道吧 就是那個琵琶女 我不太確定她的名字 沒事 沒事 有一個人一定知道 曹老師妳知道吧 她是長安著名的歌女 因為她擅彈琵琶 裴心弩 但是呢為什麼會半遮面 因為她年老色衰 所以才是同學說的 嫁做商人婦 可是得到的對待並不好 所以後來她到了金陵呢 遇到了一個同病相連的 也是一個歌技 所以後來他們就乘船飄然而去 現在妳所有的同學都還在場上 太厲害了 包括老師自己 我們也要讓中校的同學有點表現 她要背對不對 來 背一下琵琶琶 預備 開始 天酒回燈重開眼 千惡萬惡使出來 油爆琵琶半折面 枕頭不前三兩聲 污衣橘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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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四 衣橘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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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 很弱人 像榜畢 成鄉事 往昔年 此地已經走出 被你學長成 上帝 被文音樂裝飾不遠出身 如今 平常 弟弟詩 黃旅鼓 繞台 稱 其彈幕 彈幕 文和物 都能踢卸 語言 哀鳴 全家 花椒 秋月夜 忘了持久 歡度星 今晚 琵琶語如今 耳戰 美墨詞 重耳彈曲 未能翻出琵琶琶 剛好此年 兩久 立秋 素人 閒轉 遺棄 不是 向前身 滿多重 借了 其中 其他誰叫做 這樣都是馬青山獅 張寧同學 妳真的太強大了 妳背到曹老師已經都回家了 妳背這個要做什麼 為什麼那麼熟練 有興趣 我還可以再背首彈彈隔絮 欸 哥 您參加錯比賽了 我就不是背書比賽 好啦 真的是見識他們的功夫 不過我們比賽繼續喔 下一題請聽題 終極題 每一題每個人答對可得3分 妳準備接受終極題的考驗了嗎 鎖緊妳的注意力 題目現在開始 陳納德的飛虎隊 在823炮戰協助國軍作戰 對還是不對請選擇 覺得對得挺像好 我覺得錯的請蹲下 陳納德飛虎隊823炮戰國軍作戰 這個很長啊 這個公同學最喜歡的 我們問一下蹲下來的 林建廷老師 這句話哪裡有錯啊 大家很多人都站著耶 是不是八年抗戰 您的意思是說不是823炮戰嗎 對 張寧同學 這一題你沒什麼東西可以背了吧 重點是你也是站著耶 答案是 必須蹲下來 因為是八年抗戰 好 林同學 張寧同學 加油 勇義友 譚同學 林老師 林同學還在位 林老師請起立 好 現在3個都是紅背心的汗口 也不意外 冠軍隊伍 冠軍導師太優秀了 好 下一題請聽題 對還是不對請選擇 李連英 明朝 太監 林冠穎同學 妳很慢才蹲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在想題目 好 那哪裡有錯 就 李連英 明朝 太監 我沒有特別去記它是什麼朝代的 OK 堂子其實舉手了 他知道 來 幫我解題 清朝 清朝 對還是不對 恭喜正確 來 三位都得分 又再得3分 好厲害 好 來 我們看最後一題囉 三位請聽題 對寮國自稱兒皇帝的是王莽 對還是不對 寮國兒皇帝王莽 好 我們來請林大師幫我們解題一下 這句話哪裡錯了 我記得是石敬堂才對 不是王莽 老師你真的太強大了 你要不要改加入我們製作單位的陣容好了 你不要來比賽了 答案是 恭喜三位各得3分 OK 可以拿下眼罩了 題目結束了 撐到最後 好 唐同學 林老師 林同學非常優秀 來 請回味休息 馬上要跟大家報告總分數 也代表著今天 哪一隊可以晉級 哪一隊可以來拿家菜金 好 最後的結果為大家揭曉 辛苦的忠孝國中拿到35分 而漢口總分拿到79分 恭喜漢口晉級了 恭喜 稍後來看看他們能不能爭取到自己的家菜金 休息一下再回到一名驚人 到了家菜金拿獎金的全新單元 現在看到是一個熟面孔 上一季的時候他真是MVP 薄翰歡迎你回來 現在畢業了對不對 對 你剛剛看了同學的表現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說 學弟妹 你們做得很好 就是我維持這個步調 你們冠軍就是你的 Yeah 感動欸 會不會稱霸連莊呢 高鐵票不用退了對不對 老師 你自己不上來 因為這個單元 重點來了 它不是考歷史 其實考的是歷史裡面出現過的俗語 諺語 薄翰這個部分你OK嗎 我勉勉強強 還可以 有的時候接上句 有的時候接下去 好 來 準備囉 9個格子 1個格子500塊 全隊的話先拿4500塊 最後一題我們再來看看 要不要玩或者是要換手 比賽開始 第一格 相逢何必成相識給我上一句 好 五秒計時 同事天涯淪落人 同什麼 同事天涯淪落人 OK 恭喜答對 剛剛才背過的 來 第二個 第四格 人要衣裝請給我下一句 狗要金裝 狗要金裝嗎 恭喜得分500塊 下一題請看 斬六將給我上一句 過五關 過五關對不對 恭喜再加500元 厲害喔 第四格請看 飄飄何所思 下一句 天地一殺喔 真的嗎 恭喜再拿500 再來 第五格 金玉其外下一句 賣序其中 漂亮喔 答對了 全隊喔 目前第六格請看 靜如處子下一句 動如脫兔 真的假的那麼厲害 有沒有 第七格 請問 皮膚有責給我上一句 三 國家有難 好 三 二 天下有難 天下有難還是國家有難 國家有難 國家有難 很抱歉 是 天下興亡皮膚有責下一格請看 非一日之寒請給我上一句 冰凍三尺 漂亮喔 再加500 再來第九格 最後一格請看 五道俱全的上一句是什麼 麻雀衰小 麻雀衰小 恭喜500 目前好像是本季最厲害的一個 不虧是博翰 真的太優秀了 好 那現在要做一個抉擇了 你看看現在獎金是多少 2500 5 8 4000 那要不要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就 不 停在這裡4000也可以加菜 要繼續玩嗎 好 繼續玩 8000 好 繼續玩 繼續玩 繼續玩的話可能就是4500 然後乘以2變9000 或者是4000除以2變2000 懂意思嗎 好 要不要換手 沒有 他太強了 目標9000是不是 有沒有信心 有 有 那你們給他加油一下好不好 來 博恩 加油 加油 只有一題 我先幫你看一下 這一題我告訴你啦 我是不會 我要不是看的答案我真的不會 但我對你有信心 地雷題 最後一題請看 八宮山上請給我下一句倒數5秒 5 4 3 2 1 請做答 待會兒出來 你一定有看過這4個字 只是你不知道他們是上下句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來 這邊有沒有人知道 中校的 老師 通常老師都躲在最後面 來 主任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那你要不要猜一個嗎 天下圍攻 天下圍攻 八宮山上天下圍攻 應該不會這樣對的 同學要不要猜一個 你猜中我 送你 送你我的手卡 我想到一個 一鳴驚人 我跟你講 我主任這種運動家精神是非常棒的 但是被我們笑兩次很尷尬 天下圍攻 獲一鳴驚人 羽攻以三 誰 我 你還在玩啊 你在玩要付錢了 你要丟硬幣進來我才能讓你玩 投幣才能夠玩 好 這樣知道了嗎 主任猜三個都猜錯 你不丟人 答案是 草木皆兵 有聽過吧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上一句是 什麼 八宮山上 草木皆兵 這樣接下來你會記一輩子了 因為你們的獎金從 但還是非常的值得鼓勵 謝謝伯瀚精采的表現 謝謝 好的本期比賽結束了 觀眾朋友如果對這些歷史故事有興趣的話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 為大家準備了語不驚人史不休的影片 掃QR Code就可以進去閱覽了 不過剛剛這一題真是讓大家心跳加速 曹老師什麼八宮山上呢 因為這是在東晉孝武敵太原八年發生的肥水之戰 這是一場以少勝多的戰爭 當時前秦的福間號稱是八十萬大都 信心滿滿 所以頭編斷獨 但是沒想到東晉的宰相謝安 用了一連串的連環劑 所以把福間打敗了 打得他心驚膽戰 所以他抬頭看八宮山上 有一點風吹草動 他都覺得是草木皆兵 今天還如此 我們只知道澀谷有一隻八宮犬 在那裡就守護著那個主人 好啦 很可惜喔 那個獎金就折半了 不過還是謝謝兩隊的努力 那來 幫我們出個題目 張霖同學 今天屬於觀眾的題目是什麼呢 請 18世紀世界首富是中國的哪一位 1 胡雪妍 2 和聲 3 沈萬3 好 歡迎大家參與作答 掃QR Code就可以了 那本季的最後呢 將會抽出幸運的得主江評有 米其林三星主廚指定Gusto鋸鐵鋁鍋 扇摩師真空保溫燜燒提鍋 扇摩師櫻花樂旗超清保溫瓶 扇摩師櫻花樂大口鏡 燜燒罐 還有Alphie Signal 玻璃內膽真空保溫壺 凱飛清小容量真空保溫瓶 生活精品寬體美學的典雅抱枕 以及一部驚人史不修完整版的USB 好的 各位朋友 關照古今劍王之內 就是要一名驚人 下週附賽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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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 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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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人 打架 手 溜燒 衛 消防 盟